上一堂口咱们讲的序论部分 那么在序论部分呢 咱们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过程 什么是过程设备 什么是过程设备设计 那么什么是过程 过程指的是从材料到产品 所需要进过的一系列物理的 或者是化学的加工工艺 这叫过程 什么是过程设备 过程设备是完成过程 所需要的过程装备 什么是过程设备设计 过程设备设计 是根据公益要求 说 说这个 编制出来的 可以用来进行制造的 一系列文件 这叫过程设备设计 那么从这一节课开始 咱们讲第一章 压力运气导演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介绍三部分内容 第一是压力运气的整体结构 第二是压力运气的分类 然后是压力运气的规范和标准 首先我们讲第一件 压力运气的整体结构 那么这是一张压力运气的整体结构 是一图 在这张图上 我们来看看 它有拿几大部分组成的 首先 它有一个圆区性的课题 两端 有两个 椭圆形的分头 椭圆形的分头 和圆区性的课题 构成了一个 逆臂的空间 在上面 有融合 有压力表接口 有安全法 有镜尿管 这边 有业位显示的专制 我们叫做 这个业位计 下面 有出料口 然后这两个 我们叫制作 这里 这两个制作 是安式制作 那么这是一台 厨房的 整体结构式一图 如果是其他的设备 比如说吧 换热设备 塔设备 和搅拌设备 那么除了这个课题以外 里面还有一些附件 我们叫做内件 所以啊 一台压力银器 它的典型的这个结构 是由 腾体 分头 密封砖制 开捆预介管 制作和 安全附件 所构成的 下面 我们 一个个的介绍一下 这些 这些部件 首先是层体 层体是 人呢 除层物料 或者是完成 化学反应过程 所需要的 主要的压力空间 那么 那么 从结构形式上呢 这个腾体 可以是 圆柱形的腾体 也可以是 球形的腾体 那么 现在 大部分的压力银器 它还是 圆柱形的腾体 这个圆柱形的腾体 它是怎么制造的 那么 书上 介绍了这样几种方法 一个是 采用 无缝钢管的 这个 直接构成 腾体 假如这个腾体的资金比较小 比如说吧 在600毫米以内 那么我们可以 直接采用 无缝钢管 来形成腾体 说一下 如果是采用无缝钢管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 这个 财人 就 没有 中汉分 第二种制造方法 也是 最常见的一种 制造方法 就是 所谓的 卷汉 卷汉指的是 把 杠板 卷起来 形成一个 圆柱形的腾体 但是 由于这个 杠板的大小有限 如果这个腾体 比较长 那么你必须是 齐化杠板 聘起来 构成腾体 所以啊 如果是卷汉 那么 就有可能有 正向汉分和 环向汉分 第三种制造方法 是 整体断镜 那么 对于游协家的名气 它的支镜比较小 它的 壁厚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 以 卷板的形式 给它 卷起来 难道比较大 那么 这个时候 可以采用 整体 锻造的方法 就是说啊 采用锻件 进行锻造 锻造成 一个圆柱形的客体 但是 如果这个设备比较长 那么你只能 分成一段 一段的锻造 那么每一段 之间 怎么连接 就采用汉件 所以 对于 整体锻造的 压力元气 它可能 由 黄汉份 第四轮 这个加工方法 就是 整体铸造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 对于 压力元气来说 如果要是铸造 它的含碳量 它不能非常低 因为 呃 这个 因为含碳量太低了 它的流动性不好 所以啊 这个 整体铸造 它的这个 含碳量 相对整体 断转来说 它可能比较高 那么高了以后 焊接起来 难度就比较大 那么汉份的质量 很难保证 所以 对于整体 铸造的压力元气 啊 一般是 这个 谁被压力元气 有多长 我们就 铸造 多长 它不存在 拼接的问题 没有 正汉份 和 汉份 啊 黄汉份 这是 它的 这个 制造方法 那么 最常见的 制造方法 还是以 板 啊 转汉的形式 啊 下面讲一下 层体的结构 对于原具型 科体来说 它的基本结构 啊 有 这样两具形式 一群是 单层式 还一群是 组合式 什么叫 单层式 所谓 单层式 就是科体的 啊 厚度 只有一层 啊 只有一层 所以啊 如果 比如说吧 这个科体的厚度 是 三十毫米 四十毫米 一下的话 那么 大部分都是 单层式 假如这个科体的厚度 非常厚 比如说吧 超过一百毫米 你卷板的能力 也有限 这个时候 可能会 采用多层式 或者是 长饶式 什么是多层式 多层式呢 这就是说 比如说吧 咱们的藤铁厚度 是一百毫米 我给它分成三层 里面一层 是四十毫米 外面两层 分别是三十毫米 啊 架起了 是一百毫米 那么这样一具形式 我们叫做多层式 什么叫长饶式 长饶式就是说 我啊 这个 做一个设备的这个 内壳 然后在外面呢 一板 或者是 这个 或者是 一板 或者是这个 叫做大的形式 给它缠绕起来 啊 构成一个 组合式 压力运气 那么这些 具体的 结构 咱们以后 还要这个 啊 还要具体介绍 第二个 我们讲一下 凤头啊 凤头 凤头呢 它是 与层体 一起形成 分壁的空间 那么 层形式上来说呢 凤头 有这样几种形式 一种就是 所谓的 凸形凤头 凸形凤头 凸形凤头呢 它包括 球形的 椭圆形的 叠形的 和球观形凤头 这是 凸形凤头 意思就是说 它凸出来了 然后是 追形凤头 追翘 追翘呢 啊 一般 如果有 这个 固体物料 形成的时候 那么它的 下凤头 大多数才认 追翘的形式 它有 大端 和小端 还有一个是瓶盖 比如说吧 对于 啊 最近 不是很大的 高压元气 它的端部 一般是 采用瓶盖 啊 下面我们讲一下 分头 和层体 是怎么连接的 啊 怎么连接的 这个连接的形式 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 可以 插开的形式 也就是说 咱们用 鲁栓 给它 连接起来 那么更多的 最常见的 连接形式 还是 还是 不可猜的 焊接的形式 也就是说 分头 和 层体 焊起来 形成一个 固定 形成一个 干性的 连接形式 下面我们讲 第三个部件 密封专制 那么这个 密封专制呢 它也是 非常 非常 这个 关键的 它关系到 压力运气 能否正常 安全的运行 我们知道 这个压力运气啊 它是一个 是一个 封闭的运气 里面的架子啊 可能是有毒的 也可能是易燃的 假如 压力运气 虽然不发生破坏 假如它发生泄漏了 同样可以造成 这个 爆炸呀 可以造成 人员的损伤 所以呀 这个 密封专制 也是 一个非常 非常 重要的 这个 压力运气 部件 那么常见的 密封专制呢 是 螺双 反蓝连接 这个 后面 我们要具体介绍 那么 成 这个 整个大体 结构啊 我们可以把 反蓝连接 分成 分成三类 一类是 云气反蓝 一类是广道反蓝 还有一个是 层体端部 什么是云气反蓝 就是 这个反蓝 它是 连接在 科技上的 啊 那么 这个 这种反蓝 我们叫 云气反蓝 广道反蓝 它是 用于 广大的连接 广道连接 层体端部 它是一种 特殊结构的 反蓝形式 它是和 平板连接的 这个 一种反蓝 啊 下面我们讲 开尔昆和接管啊 我们知道 压力气上面 都需要 进行 开尔昆和接管啊 那么这个 为什么 需要 开尔昆和接管 我们知道 这个压力气 它有无料 无料的进口 和出口 需要 开尔昆和接管 还有 在压力气 里面 可能有内建 那么这些 内建的 安装 维修 怎么办 人要进去 所以啊 它需要 人捆 有的时候 人 进不去 可以开 手捆 然后 压力气上 还有一些 安全附件 比如说吧 压力表 这个安全法 那么它需要一些 仪表接口 啊 仪表接口 所以啊 压力气上 开尔昆 是啊 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下 开尔昆 对压力气的科体 是有影响的 一般 它是要 对这个 啊 科体的强度 有削弱作用 所以啊 这个 如果 啊 不必要的 捆 你不要去开 还有呢 有时候 开完捆以后 要进行补强 第五个 我们讲一下 制作啊 制作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压力气啊 无论是 窩式的 还是历式的 它都要摆在 制作上面 所以啊 这个 从 从这个 制作的类型来说 它就有 啊 有这样几种形式 必须是 窩式云气的制作 啊 比如说吧 安座 还有一种 叫做圈座 还有一个就是 历式云气的制作 历式云气的 制作类型比较多 这里讲到四种啊 一种是 腿式制作 第二个是 自成式制作 第三个是 鹅式制作 然后是 群式制作 这四种 借口形式的制作 后面都要详细介绍 对于 对于 球冠 对于这个 球形云气 它也有两种形式的制作 一个是 链式的 第二个是 纯式的 那么这个 最常见的是 链式的制作 那么这种制作的 结果形式 咱们后面 也要具体介绍 下面我们讲一下 这个 第六个 这个部件 也就是 安全附件 安全附件 因为这个 压力云气啊 它是 承受压力作用 有 这个 有 温度的作用 然后里面呢 有架子 这些架子啊 可能是 有毒的 可能是 可以燃烧的 所以啊 这个 呃 这些架子 是不能 让它 跑出来的 那么在压力作用下 这个压力云气 更不能 发生 强斗 或者是 干斗的 这个 失效 那么 所以一般的压力云气上面 都有一些 安全附件 这种安全附件 包括 安全法 爆破片 紧急切断法 安全连锁专制 压力表 业尾剂 和 测温仪表 那么 不同的压力云气 它上面的 这个 安全附件的 类型 和数量 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吧 对于 一材 土管 典型的压力云气 结构 那上面呢 它可能有 安全法 可能有爆破片 那么压力表 业尾剂 和测温仪表 更是必要的 那么对于 有些压力云气 比如说吧 像 换热器 它上面 可能 没有 安全法 和 爆破片 刚才 介绍的 压力云气的 一些 典型的 结构 也就是说 它是由 层体 分头 密封装置 开口接管 制作 和 安全附件 做构成的 那么这个 它说 这些 构成的是 一个压力云气的外壳 这个外壳 假如里面 再加上一个内垫 那么它就是 构成了 不同类型的 过程设备 比如说吧 反应设备 船子设备 船子设备 和分体设备 假如没有内垫 那么这些 这种压力云气的外壳 实际上 就是一个 储入云气 是一个取冠 下面我们讲一下 这个压力云气 零部件之间的 这个汉件 我们知道 这个压力云气 它有不同的部件 所构成的 那么这些部件之间 是怎么连接的 在华文 设备制造里面 有一个最常见的制造方法 就是汉件 就是汉件 也就是说 压力云气 各个部件 或者是各个 连接之间的连接 大多数是采认 汉件的方法 那么这个汉件 有一种所谓的 这个汉件 结构设计 汉件结构设计 汉件结构设计 它包括 接头的形式 比如说吧 这个队界 搭接和脚接 也就是说 被汉件的 两个部件 它们在空间 构成一个 怎样的几何 几何位置 是队界 是搭接 还是脚接 第二个就是 破口形式 和 有些被汉件件 它的厚度比较大 如果要让它 汗透的话 那么在两面 或者是在一面 要开破口 那么这个破口呢 有大 有小 必须吧 破口的角度 有55度 有40几度 还有 这个 这个 还有一种 刺设计叫做 针边 那么这个针边的大小 阶线的大小 等等 其实这是 汉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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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手工汉和 自动汉 那么现在 大多数 压力与其的 它的这个 科体的汉件 就是我们后面 要讲的 A B的汉份 都是采训 自动汉的方法 对于有些 汉份 比如说吧 这个接管 和科体的 连接 那么一般 都是采论 手工汉 手工汉 最后点是检验 就是 汉件的这个 效果怎样 那么要通过检验 这种检验呢 大多数都是采用 无神检验的方法 无神检验 那就是说 采用 X射线 或者是 这个 曹生波 进行 透色性检验 也会进行一些表面 摊上检验 那么 具体的 这个 无神检验的 这个方法 和它的原理 我们在后面要讲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节 第一节 就是 亚伦系的整体结构 下面我们讲 第二节 就是 亚伦系的分类 在讲亚伦系的分类之前 我们教授一下 所谓的 价值的 危害性 价值的危害性 价值的危害性 指的是 价值的 毒性 易燃性 腐蚀性 和氧化性 那么对于亚伦系分类 这个影响的 主要是 毒性 和 易燃性 那么 什么是 毒性 毒性 就是 某种 化学毒物 构成 具体 省善的 这种能力 我们叫 毒性 毒性的大小 是以 这种化学物质 引起 实验动物 某种 毒性 反应 所需要的 剂量的大小 需要 这是剂量的大小 来反应 它的毒性 那么 在这个 压灵器里面 其实也不是 压灵器 可能是在 医学上 将 毒性 封为 刺激 第一个 是 极度 危害 第一级 第二个 是 高度 危害 第二级 然后是 尊度 危害 第三级 最后是 轻度 危害 第四级 那么刚才说的 毒性 是以剂量的大小 来反应的 那么这个 四级 它的这个 剂量的大小 是怎么分的 对 级的危害 它说 最高允许 能量 是小于 0.1 毫克 美力反比 第二级 就是高度 危害 它的 允许的 最高能量 是 0.1 到 1毫克 那么第三级 是 1 到 10毫克 第四级 是 大于 10毫克 美力反比 那么显然 毒性 越大 也就是说 这个 第一级 或者是 第二级 这个 压力营气 假如要发生 爆炸 或者是泄露 所以造成的危害 就越高 就越高 所以啊 对于这类 压力营气的 选择 和 制造 与检验 它的要求 也必然越高 那么这里呢 给了个例子 也就是说 毒性 是怎么影响 压力营气的 选择 和制造的 比如说吧 假如 这个价值的 危害性呢 它是 一 二级 也就是说 激动 和高度 啊 这个危害 那么你看啊 Q 235B 不能用 这群材料 不能使用 然后它说啊 炭钢 或者是 第核定钢板 应该主张的进行 超声波检查 第三个 AB类汉份 什么是AB类汉份 也就是说 层体上的 主要汉份 它要进行 100%的 水线 或者是 超声波检查 然后还要做 启密性实验 什么是启密性实验 后面我们要说的啊 然后法兰 还要带进 而且 它的棍程 压力 必须大于 1.6兆帕 所以啊 毒性不一样 对这个压力营气的 选择 和制造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下面讲 第二个就是 依然性 依然性 我们知道啊 这个有些 可燃性的气体啊 它与国和空气 混合在一起 有可能 在遇到明火的情况下 啊 要发生爆炸 要发生爆炸 但是 如果它的能度非常低 啊 能度是非常低 必须是微量的 那么 它是不会发生爆炸的 啊 另一方面 啊 走下另一个极端 假如它的纯度非常高 啊 纯度非常高 那么即使 它有一些空气进去 它遇到明火 也不会爆炸 所以啊 爆炸 有一个所谓的 爆炸下限 和啊 爆炸 上限 啊 就是说 在呈能度的角度 如果这一轮 气体和空气 要发生爆炸的话 它存在一个下限 和上限 那么在亚零器设计 设计里面呢 啊 有一个名词叫做 依然戒指 啊 依然戒指 这个依然戒指 它是怎么定义的 它说啊 假如 这种价值的爆炸下限 是小于百分之十 或者是下限和上限之差 大于百分之二十 那么这种价值 我们叫做 依然戒指 啊 比如说吧 甲王 乙王 乙烯 清气 丙王 丁王 它都是 这个依然戒指 啊 所以说啊 我们在这个石油化坑里面啊 大多数气质 它都是依然气质啊 因为它都是由炭和氢构成的啊 构成的啊 啊 依然戒指 对于亚零器的选择 设计啊 制造等 要求 也是不一样的啊 这里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吧 它是依然戒指 那么 你的所有的汉奸 必须是全汉套结构啊 全汉套结构 那么什么是全汉套结构 咱们后面要要讲的 也就是说 引到它的后头方向 是不允许 存在啊 存在这个列文 或者是这个 存在间隙的 下面讲一下这个 压零零器的分类 压零零器的分类 这个压零零器啊 厘层不同的角度 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啊 书上呢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四种分类方法 第一个呢 是压力等级 第二个呢 是按照这个 它的功能 它的作用来分的 第三个呢 按照安装方式来分类 第四个是按照安全 安全技术管理来分类 啊 这个啊 大家 最重要了解的是 按照压力等级 和按照安全技术管理 来分类啊 首先我们讲一下 按照这个压力等级来分 我们知道压力零器 它是要承受压力的 这个压力 可以是内压 也可以是外压 所以啊 这个按照承压方式 有所谓的外压零器 和内压零器 什么是外压零器 所谓外压零器 就是零器 外面的压力 比里面的压力要高 啊 那么这个 这类零器 我们叫做外压零器 假如 啊 外面的压力是个大起压 里面的是小于一个大起压 那么这也是个外压零器 这类 这类外压零器 我们有时候 又叫它中空零器 那么内压 啊 也就是说 里面的压力 比外面高 按照压力的大小 我们又可以进行 啊 分类 分成四类 所谓的低压零器 分压零器 高压零器 和超高压零器 那么如果是低压零器 它里面的压力 啊 指的是表压力 是0.1兆帕 到1.6兆帕之间 这是低压零器 分压零器 是1.6 到10兆帕 高压零器 是10 到100兆帕 超高压零器 是大于100兆帕 大于100兆帕 所以啊 有时候我们 啊 这个工程上 真实讲 低压零器 这是一个高压零器 指的就是 按压力等级 进行 啊 进行分类的 如果是高压零器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 啊 它的内压 啊 它的内压 应该是 大于10兆帕 啊 10兆帕 这里讲的都是 表压 第二个呢 是按照零器的功能 也就是说 它在生长剧的作用 来进行分类 啊 进行分类 也分成了 啊 四种 啊 四种 这个类型 第一个是 反应 压零零器 啊 反应零器 那么 啊 顾名思义 所谓反应零器 啊 指的是 这类零器 它里面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反应过程 啊 是一个物理的 是要完成物理的 或者是化学的反应 第二个是 患热压零零器 比如说吧 患热器 那么它要完成的是 热量的交换 第三个是 分离压零零器 啊 那么它要 完成的是 这个 啊 压力的缓冲 或者是气体的进化 和分离 啊 第四个是 除成压零零零器 啊 那么它是用来 除成 这个气体 或者是液体的压零零零零 啊 分成四大类 第三个呢 就是按照 安装方式 啊 安装方式 那么 苏珊呢 它是 把 这个 安装方式呢 分成了 这样两大类啊 可以按照压力来分类 可以按照作用来分类 但是呢 严格讲 这些分类啊 它都不是非常科学的 例如说吧 有两台压力气 一台压力是压力非常非常高 但是它的体积是非常非常小 第二台压力倒不是非常高 但是它的体积很大 那么问 假如要是发生爆炸 哪一台压力云气 它的危害性很大 你就不好说了 你压力高 但是体积很小 我们知道这个爆炸呀 它实际上是这个能量的释放 能量的释放 这种能量 它是 这个成量级上呢 它是什么呢 是压力和体积的一种层级的形式 就是说 这个能量 是压力和体积的层级 所以呀 你光程压力的角度 进行分类 不考虑体积 由它的不合理性 不合理性 还有 比如说吧 你这个按照不能分 比如说吧 你说 这个防疫设备 它的这个危害性很大 但是它的体积很小 压力很低 你怎么说 所以单纯的称 用某一个指标 进行分类 有它的不合理性 那么在这个压力云气 安全技术 检查会城里面 它提出了一种分类方法 它根据什么 它根据 压力云气的压力 压力和云集的体 和云集的层级 还有价值的危害程度 云气的作用 从这四个方面 把它同意在一起 进行分类 它把压力云气 分成三大类 叫做第一类压力云气 第二类压力云气 第三类压力云气 而且这个类别越高 压力云气的危害性越大 它的定要性也就越大 下面我们具体讲一下 这个 这三类压力云气 是怎么分的 首先 我们讲 第三类压力云气 这是最重要的 一类压力云气 他说 这样一些压力云气 是属于第三类压力云气 首先是高压力云气 高压力云气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压力 是一个高压力云气 那么不管 它里面的价值 是什么价值 也不管它的体积多大 都是第三类压力云气 如果是增压力 压力 降低了一个级别 但是 里面的价值 是 极度和高度 违恨性价值 那么 它也是 第三类压力云气 如果是增压 出城云气 出城云气 那么 如果里面的价值 是毅然的 或者是毒性 为中度危害的 但是体积 和压力的成绩 是大于 十道怕 立法米的 这样一类压力云气 也叫 也是第三类压力云气 也就是说 增压力云气 可以是第三类压力云气 还有 增压 反应云气 那么它说 里面的价值 如果是 毅然的 毒性 是军度危害的 压力和体积的成绩 是 大于0.5 这要怕 立法米的 那么这是第三类 还有 第二压力云气 也是 也可能是 第三类压力云气 你看 压力是很低的 但是 它的毒性 是极度 和高度危害的 而且它的 PV成绩 是大于 0.2兆怕 立法米 那么 这一类压力云气 也是第三类压力云气 也就是说 如果它 毒性很大 毒性很大 不管你的压力是多高 它 都属于 第三类压力云气了 然后还有 高压 中压 广壳 是 雨热过楼 那么这个雨热过楼 后面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它是 使用的 环境比较恶劣 温度比较高 所以 它 把它 分到 分类到 第三类压力云气 那么 还有 不应要 唐薄 你压力云气 这是 非锦属的 压力云气 还有 使用 强度级别 比较高的材料 所制造的 压力云气 比如说吧 假如 你使用的材料 它的 砍大强度 是 大于 540兆怕 那么这一类材料 我们叫它 高强度钢 对于高强度钢 制造的压力云气 它的级别 要提高了 原因在于 高强度钢 它的韧性 可能会下降 可能会下降 所以 如果它的 抗拉强度 是大于这么多 你在分类的时候 要注意了 要给它分成 第三类 压力云气 那么还有 一顿式压力云气 一顿式压力云气 像 铁路光车 这个 光石计算箱 等等 那么这一类压力云气 这一类压力云气 为什么 它的分类 它要归类到 第三类压力云气 因为 这种类型的压力云气 它所受的载荷 往往是变化的 比如说吧 它受到充气窄荷的作用 它受到液体的 这个幻灯的 这个窄荷的作用 所以它的 食用的环境 比较恶劣 还有一个 球形取冠 球形取冠 云气 大于五十立方米的 球形取冠 一般的球形取冠 它的体积 都是大于五十立方米 最后 还有低温 液体 出成云气 它说 云气是 大于五立方米 那么为什么 低温 云气 也归类到三类压力云气 因为低温云气 在低温下使用 材料的脆性 是比较大的 刚才讲的是 第三类压力云气 那么第二类呢 什么是第二类压力云气 有这样的基础 第一个是军阳力云气 不管它的介质 是什么 体积是多大 第二个是第二云气 但是它的介质 是极度 或者是高度 危害性的这个介质 那么这个也是第二类压力云气 还有一个 低压 反应云气 和低压 出成云气 那么 它的介质 是 毒性 为军斗危害的 低压 反应 和出成云气 然后还有 第二 广克斯 宇泽哥楼 还有第一 弹压 唐伯迪 压力云气 那么这个 最后一个呢 就是第一类压力云气 第一类压力云气 第一类压力云气 它的要求最低 如果这个压力云气 既不是第三类 也不是第二类 那么剩下的 就是第一类 我们常见的 必须把换热气 如果它的压力 是一个低压的 是个低压的 然后呢 它的价值啊 这个 毒性